惊险瞬间 今天早上8点多 有一辆临庭轿车起步沿着花莲中山路行驶 不小心撞击到了同项的电动车 没过多久电动车疑似车内电池受损 起火燃烧 所幸民众及消防立刻扑灭火势 而另外是在新北市三重 有货车驾驶才刚刚上车准备要发动车子 结果整台车突然倒退路 擦撞了停等红灯的骑士 而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通宵路段 则是有连接车突然发生了爆胎的意外 而且后方的一辆自小客车还惨遭轮胎批杂重 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一辆微型电动车倒在路旁 火蛇还不断从车体窜出 附近民众见状赶紧拿灭火器扑灭火势 但过没多久雨火又这一度燃起 而且还越烧越旺 前面是有灭了一下子 然后后面突然又烧起来 就再喷了一次 后面就是消防车到了之后 它又再爆炸 经销到场电动车还烧 直到拉水线强力灌旧 火势才完全扑灭 惊险一幕就发生在花莲中山路上 4号早上8点多 一辆临停轿车起步行驶 不慎撞击铜像的微型电动机车 导致骑士摔伤 电动车也受损 只是过没多久 电动车疑似车内电池受损 开始起火燃烧 立即出一个水线进行灭火 灭火完毕后发现那个骑士 指引车为常常表示行就医 同样惊险的还有 货车突如其来的得退撸 让两名骑士措手不及 货车最后在自撞轿车才停下 3号清晨6点多 在新北市三重发生这起意外 货车驾驶表示才刚要发动车子 整辆车就突然失控往后 骑士根本来不及反应 连人带车摔落 所幸骑士都没有受伤 天外飞来横祸还发生在 国道3号苗栗通宵路段 一名驾驶行驶到一半 惨遭前方连接车爆胎的轮胎皮 给猛力砸中 所幸驾驶当时紧握方向盘 没有造成车辆失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目击这一幕还是受到不小惊吓 记者综合报导